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儒哥的现场,儒哥的形板现场 那蒋老师因为在美国处理事情,所以让我应会,离应会来跟朋友们分享我的生活心得 那么今天呢,要跟朋友分享的是我所喜爱的绘本 在末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绘本 所以我趁这个机会,也谢谢蒋老师给我一个这样的时间,分享让我感动的绘本 那么在上一个单元,我分享了一本《森林里的陌生人》 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摄影家夫妇,他们的作品 那他们的作品还有个姐妹做,叫做《森林里的小路》 那一样的,我想我应该把这个出版社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米奇巴克出版社所出版的书 我当时米奇巴克并不是我们非常熟悉 可能我们熟悉的就是《格林》啊,或者是《远流》啊,《小天下》啊 这些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书,我们可能比较知道 那米奇巴克是因为我发现了这本书,我才发现了这个出版社 那么我当然很高兴能够因为这本书而认识他其他的出版的书籍 那么第一本我们分享的森林里的陌生人是一个冬天的景色 那么第二本呢,在分享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么这两个夫妇呢,他们是一直在做田野的摄影 那么一起从事这个摄影工作 荒野的摄影已经超过20年了 他们觉得很幸运,能够透过绘本跟大家分享这些大自然的热爱 那我觉得这个绘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般的绘本是用画画 不管水彩,或者是雕刻,或者是油画等等 各种不同的绘画的方式都有可能 但是摄影也是一种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少见的 那尤其是他们的摄影呢,摄影的技术非常精湛 尤其你在树里面可以发现一些昆虫的图像都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们放大去照他们,所以反而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书籍 那我在绘本的一个,在末术的过程,选书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他阅读的喜好 那么我也会觉得说,我如果选书都选我自己喜欢 我认为好的话,那么我也会太偏颇了一些 所以我也尽量让我自己的这个方面不要太偏识了 我如果偏识了,那么接受我的书的小朋友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偏识 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部分里面,让我自己去拓展我的阅读的视野 那么我自己当然比较喜欢的还是文学艺术 对自然科学,我从小被培养的也比较少 所以我在自然科学这方面,觉得我自己也有所欠缺 因此我在选书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观察一下这一例的书籍 那我常常想,我一定要自己先喜欢 孩子们可能就会跟着我喜欢,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在想,至少能够吸引我的话 因为我是一个对这方面不是很丰富的人 如果我自己都觉得说,我从这个部分里面得到很丰富的知识 那么小朋友也就有可能跟着我的脚步 也一样会喜欢这样的书籍 那么这两本书籍,第一个吸引我的 当然是因为摄影作品真的很少见 而且他拍得又很好 第二个呢,用摄影作品组成一个故事,也很少见 那他因为是一个故事,所以很好被接受 第三个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加上了很多自然生态的故事在里头 每个动物的个性,每个动物的特色 你除了可以看到图片 你还可以透过简约的文字,知道他的特性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已经不是单单的绘本这样而已 而是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层次了 那么我要分享的这本森林里的小鹿 他很特别就是说,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要 我原先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常识 因为呢,他们小鹿刚出生的时候 前两周是没有鹿妈妈陪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鹿妈妈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会吸引敌人 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所以他只能在哺乳的时候 短暂的停留在小鹿的身边 那小鹿变强壮以后呢 他才会跟妈妈一起去探索这个广大的世界 所以这本书他其实就要呈现的这个知识 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原来也不知道 小鹿生下来的时候没有气味 两个礼拜是不能跟妈妈接近的 那这个故事就讲这两个礼拜中间 小鹿因为独自生活 那么其他的动物跟他的一个互动 那所以呢我们不但学一个知识 我们还可以学到小鹿跟很多人交朋友 那同时呢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 小鹿当然也有安全的威胁嘛 那他也要利用这个礼拜慢慢站起来 慢慢去寻找妈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有很多的朋友对他一个鼓励 那我觉得在另外一个层次方面呢 其实也是有鼓励孩子们的作用 独立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一本分享的是个冬天的季节 这一本呢是什么季节呢 他说春天来了 青蛙嘹亮的歌声化过天空 太阳醒了 大地又恢复宁静 这就是绘本的力量 因为它短短的 而且这个文字呢像一个 像一个弧线一样穿过这个页面 那么我现在看的是一个莲幅的页面 左边是青蛙右边是个莲花 那这个整个图像就像一幅很美丽的色彩一样 那么我当时在看这个树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个页面带给我的就是一个景象 春天来的时候 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嘛 青蛙嘹亮的歌声就把声音 把它呈现在这个页面里面 所以这个页面里面呢 它是有图画的 也有颜色的 也有声音的 翻过来 它说 阳光洒在树梢之前 森林里来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 它静静睡在草丛里 在草原北边 在森林的祈脸 你在图画里面真的可以看到草丛里面 有一只小小的鹿哦 好 结果呢 好多的动物 跟一样 就像一个动物的舞台剧一样 有一只红翅黑狸 好我想你一定跟我也一定没看过这个动物 不过这个书上就告诉你 它说醒来醒来醒来 它在叫那个小鹿 另外一边呢 小老鼠说 噓 它大概迷路了 让它睡嘛 大家都认为它迷路了 然后呢 花栗鼠也出来了 花栗鼠跟小鹿说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一直孤孤单单的 听说你迷路啦 那小鹿就轻轻地跟它说 妈妈叫我等 在这里等 它会回来 哦 那你看 左边花栗鼠 右边小鹿 花栗鼠呢 它一边吃东西 所以它两个尾巴呢 是两个 两个那个 那个脸颊是鼓鼓的 因为吃了两颗巷子 在嘴巴里面 好 你看这个图形 这真的是春天的景色出来了 好 另外有一个小鸟叫红雀 它也发现了 它跟小鹿说 哦 原来就是你啊 你是森林里迷路的小宝宝啊 我可以用我的红领苗当信号 在树梢间飞来飞去 帮你求救好不好啊 结果小鹿说 我没有迷路啊 它会回来 它说它会回来的 哦 所以鹿妈妈有交代了 好 好 那么 这个页面又回到小鹿自己的场景 它说 太阳升得更高 清晨的露珠全蒸发了 小鹿独自站在幽暗的森林里 伸展你的腿 使它们强壮 但不能走得太远 好 它在讲 小鹿呢 也算慢慢练习独立 所以它慢慢地站起来了 再过来呢 有三只小鹅叽叽喳喳的在讨论它 说它的耳朵好大好大 它会不会很可怕 它应该来这里吗 小鹅好像是个团体在议论纷纷一样 其实呢 小鹿它很知道妈妈会回来的 那鹅妈妈说 你妈妈呢 它去哪里了 那小鹿呢 回答它说 妈妈说它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了 它走进森林里面去了 所以在森林里面呢 有风的声音 还有小朋友的笑声 鸟儿们的歌声 那但是呢 这些声音呢 还是会下到小鹿 所以它就躲在草丛里面 好 这一段呢 是说 妈妈交代它说 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静静躺着 绝对不能动 不能眨一下眼睛 不能摇一下耳朵 让你身上的斑点保护你 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你刚出生 身上没有气味 谁也闻不到你在哪里 好 朋友们 你听到这一段 是不是跟我一样 学到一些知识呢 小鹿的声探斑点 保护它 最主要是 它这中间没有气味 没有人会发现它 好 这个作者夫妇呢 安排了好多动物 在这里面呢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树蛙 树蛙呢 你几乎要仔细地找一下它 因为它是卫庄大师 所以你看这个页面 你真的要睁大眼睛 才看到树蛙在哪里 好 书外也是跟小鹿说 我是绿色的 只要在绿色的地方 谁也看不到我 好 因为小鹿说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 我就看不到你 好 还有中士也出来了 好 他说呢 你看哦 小鹿会用它的斑点呢 保护它了 鹿妈妈一定很高兴 好 还有什么动物呢 还有松鼠 还有乌龟 还有蜻蜓 它们都一个一个跑出来了 真是热闹 所以这本书呢 可以带给你很多异蛙的惊喜 好 那我们呢 就慢慢的看 后来怎么了呢 哎呀 后来小鹿的妈妈 真的出现了 好 小鹿的妈妈跟她说 好 我必须离开 好让危险的敌人 找不到你 伸展你的腿 使它们强壮 但不能走得太远 你很快就会长大 到时候就可以跟着我了 好 所以小鹿在两个星期的过程当中 它是要独自生活的 那么这里面安排了好多的动物 在跟它鼓励 或者是说 看它的成长 或者是说 告诉它任何的危险 就跟小朋友们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朋友来陪伴它 那小朋友他们有很多的互动一样 好 那这书的后面呢 还会安排了有一个结尾 是什么结尾呢 好 因为两个礼拜的日子当中 小鹿只有在哺乳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的妈妈 其他的时候妈妈也要远离他 让他安全 所以他说 太阳一如往常 赶走了黑暗 也却唱着早安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小鹿越来越强壮 森林里其他的小宝宝 也渐渐长大 哇 这是重点哦 因为跟它一样 有很多的小宝宝 动物小宝宝 一定要成长了 其中呢 有一只碗熊呢 他在树上练习 抓木头 不让自己掉下来 所以他一直很努力的 小鹿看到它 就跟它说 你在做什么呢 好 那碗熊说 我爬树啊 我爬得越来越好了 小宝宝啊 还跟小鹿对话说 那你会爬树吗 小鹿说 我想我大概不会爬树 可是我的腿 越来越强壮了 好 那还安排了 红雀 小山雀说 明天是我这一生 最重要的日子 明天我长好羽毛了 所以小山雀也长大了 好 那小山雀长大了 它就会飞了 宝宝也长大了 小鹿呢 小鹿的腿越来越强壮了 那小鹅呢 也长大了 小碗熊呢 也会爬树了 黑刺 红刺 黑鲤也告诉他们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好 那后来呢 鹿妈妈出现了 就问小鹿说 你准备好了吗 小鹿说 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长大了 好 那它不是迷路 它是因为要 学习长大 要等待长大 所以呢 它不是被妈妈一个人 遗弃在这个树林里面的 好 这本书呢 跟前一本书很不一样 前一本书是 全面全部都是雪景 这一本呢 都是草原里面的景色 一片的绿 真的是很有春天的气息 所以我觉得 他们是两本的姐妹作 我把它选择 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跟朋友们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应该两本 我觉得它是值得收藏的 像我自己呢 除了买好几本来捐以外 我自己也留下来两本 作为我跟朋友们 分享的一个媒介 那么我建议朋友们 在跟孩子们一起阅读的时候 你或许可以跟你的孩子们 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可以扮演鹿妈妈 或是其他的动物 让小朋友扮演小鹿 我想他一定会很乐意的 因为他们喜欢当 故事里面的主角 那这个 作者呢 是卡尔·三姆斯二世 这是先生 太太是 曾斯多伊克 这是翻译的 那翻译的名字 那中文的翻译是 柯倩华 我们台湾很多的贵本 都是他翻译成中文 他的文字非常的流畅 我觉得是很适合 把它阅读出来的 虽然我在这里 独自的阅读 那个朋友们 一下子没有办法分辨 许多的音色 但是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看到画面 你一定会回忆起 这一段 我跟你讲故事的 这个过程 你或许会有 更多的感受 那这两本书 叫做 《镜头下的奇想》 很特殊的两本书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是米奇巴克 出版的两本书 《森林里的小路》 还有前面介绍的 《森林里的陌生人》 好了 我们来休息一下